早上十點至少八樣配菜已經上架 在普通不過的便當店 因為民眾黨九十六萬的單據爭議 讓這一位意外引發討論 我要一個小雞飯 假葬怡雲未先曝光 小雞飯已經搶走網友目光 剛起鍋的岩酥雞炸到金黃 只見店家毫不手軟 不斷往餐盒裡塞 最後還要加上可口燒肉 再選四樣配菜只要一百三 這間便當店在立法院附近 因此不少政治人物也會到此消費 我覺得他口感蠻好 然後他是就是咬下去還蠻有吃的 很脆 他剛剛炸起來都很好吃 而且不會太乾 所以他每次去都很多人 對 每次都很多人 好像有比較比一般的口味好一點 對 但是具體也形容不出來 對 算不錯 吃過的民眾都給出高分評價 美食節目也曾經造訪 在Google上擁有4.1顆星 也吸引不少網紅開箱 民眾黨假仗風波 爭議手寫單據還沒釐清 小雞飯卻先引領話題 上次新聞凌晨雲和黃正傑 張中文也太別報道